1998年 兩岸孤王會晤 已故海基會總事長孤政府 與大陸海協會長王道涵的會見 地點就在和平飯店8樓的和平廳 2007年起 和平飯店斥資約合25億台幣 花了三年整修 原汁原味重現1929年 剛剛落成時的老上海風華 2014年和平飯店再次見證兩岸交流 這次換成了時任陸委會主委王玉琦 跟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鈞 摘掉白手套 官方對官方的接觸 一轉眼這已經是九年前的事 依照表定行程 馬前總統將在六號前往和平飯店 以及四行倉庫 玉圓等上海地標參訪 並在七號結束所有行程 搭機返台 TV新聞 余信翰 葉豐偉 上海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